好 那我們一起看一看 可以怎樣應用到這兩句說話 好 我們看看第十八頁先 OK 第十八頁 它會這樣問你的 以下有三個東西 問你那個LCM最少公佩數是什麼 好了 最少公佩數呢 我們那句說話是什麼 是隨便一個有 拿著它帶 所以 其實我們第一步 不是馬上用的 我們第一步呢 其實是要你去factorize 你要對著這三個東西 分別做一次因式分解 OK 好了 那這個 左手邊這個 OK 其實已經factorize 它就是b-1乘b-1 就是b-1的square 記住我們是要做因式分解 不是做expansion展開 所以不需要專門拆它做b-2b-1 好了 到b-2b-1 那我們會有b加1b-1 OK 而旁邊這個 其實是b-1的3次 對嗎 好了 我們先去前面那頁 第十七頁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你呢 學過兩個關於三次的因式分解 分別是a3次加b3次 和a3次-b3次 其實那個的配法就是a加b 再乘回a2次-ab加b2次 而這個呢 就會是a-b 再乘回a2次加ab加b2次 OK 那背的時候呢 或者這樣說 你認這條式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兩個位置要注意的 第一個位置就是 你能看到ab這些位置呢 OK 其實是一次方來的 是一次方來的 不是一次方 sorry 係數是1 sorry 係數是1 就是你不要理這個減 就是那個數字是1 OK 而另一個位置呢 這同學覺得難記的 就是關於那個 這個加減那個位置 OK 那不如我給你們一個記法 可以這樣背的 就是相同不同一定正 OK 相同不同一定正 什麼意思呢 看著吧 看到我們原本是加的 加 那我們出來的就是加減加 OK 什麼意思呢 相同就是你加我又加 不同就是你加我就減 一定正就是一定是加 就是這樣啦 那所以呢 留意這個呢 他一定會在sessionb才可以考你 就是他把這兩條式丟到sessionb 那其實不關他那個難以示的 純粹是關於他怎樣去到 擺他的chapter 就是這樣啦 那所以這些題目呢 多數都會出現在第幾題 第31題 或者32題的那些位置的 那我們回到這裏 我們回到這裏 B3次-1呢 那我們會有什麼呢 B-1再乘回B2次加B再加1 OK 第一個位置 正負先 相同不同一定正 另外就是這個位置呢 是加1個B的 OK 那他問我們LCM是什麼呢 LCM呢 就是在說 隨便一個有 拿最大的 那你看看吧 我們現在呢 應該有三類東西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分別是 B-1 B加1 OK 那還有是我們的 B2次加B加1 OK 那所以啦 有三類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說 隨便一個有拿最大的 對吧 那所以呢 三個都要拿完的 應該 所以A就錯了啦 再來啦 我們呢 B-1 看一看 這個有一個 兩個 對嗎 你有兩個B-1 然後呢 你只有一個 你只有一個 OK 那所以啦 我們拿的時候 應該拿誰呢 隨便一個 大家都有 沒有所謂的 但是拿最大的 那所以呢 你看到這個二次是最大的 那所以我們的答案裡面 應該會有一個B-1的二次在 那所以呢 D就會錯了 那你看到B和C 大家都有個B加1的 那來自這裏 都沒有什麼疑問的 OK 那最後啦 你要認個B2次加B加1的話呢 那目明顯的答案會是B來的 就是這樣啦 那也都換個說話來說 如果你知道呢 OK 這兩條色呢 它唯有在Session B考你的話呢 那 你會預計到呢 就是你憑著背對這條色的話呢 你應該可以拿走一些選擇的 就是舉個例子 就像這裏 你會見到你的C都很大機會是錯的 就是這樣啦 好了 到下面了 那就分別叫你計一計 HCF和LCM OK 我們一起試試看 XY²Z 還有是XYZ三次 OK 那我們一起研究HCF和LCM HCF呢 那句說話是什麼呢 全部都要有 拿最小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呢 應該有三樣東西的 XY和Z 對不對 XOK 全部都要有 中了的 拿最小 那你有一次 我有一次 那就拿一次 沒有所謂的 再來啦 Y和Y大家都有的 中了 然後拿最小 你有二次 我有一次 所以應該只拿Y Z 你又有 我又有 中了 一次 三次 我要拿小 所以應該拿一次那個 所以啦 你憑著HCF是XYZ的話 你應該發現C和D都是錯的 好了 到LCM 又是啦 XYZ OK 隨便一個有 那你一樣都有 沒所謂的 拿最大 你有一次 我有一次 唯有拿X的 就是Y了 你有一次 我有二次 拿大一點那個 所以應該拿二次 到Z 你有一次 我有三次 拿大一點那個 所以就會拿Z的三次 那雙一答案 就會是A OK 那B這個怎麼來的呢 就是當你這樣成了它的時候 你就會有 B這個LCM 當然也是錯的 我們那個系統 不是這樣說的 好了 到第十九頁了 好 試一試 第十九頁的一題 好 就算是試了 我們來啦 那它一來 OK 它就問了 A和B的LCM就是這個 XYZ的LCM就是這個 那我問你了 A B XYZ的LCM是什麼呢 其實沒所謂的 你的做法就是呢 你憑著這個LCM和這個LCM OK 這兩個LCM的LCM呢 就會是這五個東西的LCM 應該都不難理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呢 嗯 數字部分 OK 你想一想 十二和三十的最少公佩數呢 你會發現是六十來的 OK 因為十二乘不是六十 三十乘二是六十 就是這樣 那接著我們PQR 大家都有 沒所謂的 因為我們LCM的背法是 隨便一個有 拿最大 對不對 那所以啦 P 我們拿大一點的 所以應該拿Squared 跟著Q 我們也是拿大一點的 但你三次 我也三次 那沒所謂的 大家三次 那就是Q的三次 R 你一個一次 一個二次 那所以呢 我們應該拿二次那個 那所以呢 就會有R的Squared 那所以答案呢 會是B 來的 OK 就是這樣啦